现实生活当中,这三高疾病的中老年是比较常见的,而且只要是患上了三高的毛病,有些人为了避免高血压,高血糖以及高血脂病情的加重,认为吃素对于疾病的环节有利。 那么,三高只能吃素吗? 大家千万别慌,因为有些人天天吃素,也有可能得三高。 下面我讲一下吃确食素的方法,而且也让大家认识到这两种肉不仅好吃,还能降三高。 朋友们快来看看吧,为什么天天吃素还会的三高? 我国界有的素食主义者,其实也不在少数,有数据显示,我国吃素者,大约有五千万人,素食主义者也可分为两类,一类人是全部吃素食,完全不摄入动物蛋白。 而另一类人半素食者,虽然不治肉类,但是鸡蛋和牛奶一样会食用。 然而,不管是全素猪一者,还是半素食者,都有被确诊为三高患者。 避免油腻饮食,大鱼大肉,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以降低高血压,高血脂,高血糖的患病风险。 赤素也是相对而言较为健康的生活方式,但是单单只靠赤素,却不是预防三高疾病的唯一措施。 简单而言,不吃肉类,甚至于肉蛋奶类都不摄入,但是为了维持人体需要消耗的能量,会从糖类、油、盐这些来补充,反而更是走入三高的陷阱。 再者,仅仅靠饮食而缺乏运动,一样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除了肥胖导致脂肪堆积形成脂肪肝,营养不良也会导致脂肪肝,长期赤素导致营养不良。 同样也有患脂肪肝的风险,正确赤素应该是这样做。 一,不单纯吃素,而要营养均衡,吃到吃素是健康的生活方式,但是与其同时,营养均衡才更健康。 素食者在避免肉类的摄入时,应该食当吃些蛋类,奶类补充蛋白质,其他的营养物质也要顾及到,做到营养均衡,而输货水果不可少。 其实不管是不是素食主义者,在日常饮食中都应该注意多顺入蔬菜水果,不从人体需要的多种维生素和善食纤维,但是值得注意的是,糖尿病患者食用水果,是避免选择过甜的水果。 三,饮食控制低油低盐低糖。 众所周知,三高疾病离不开多油多糖多油的饮食习惯,想要预防三高疾病的发生,不单是吃素食,而是在饮食烹饪上注意这部分的摄入,否则,中油中盐的青菜,一样是不健康的。 四,适当运动,过度的能量摄入会引起肥胖,而即使不吃肉类,大量摄入其他食物,也会引起肥胖而导致其他疾病。 同时,运动可以强身健体,增强人体免疫力,提高速食酒的身体抵抗力。 很多人以为患上三高跟吃了太多油脾的食物有关系,因此生活中都很少吃肉,但肉类有其他食物所没有的营养。 一直不吃肉对身体健康也是优算的,其实有三种肉三高患者是可以吃了,而且还具有降三高的作用。 这两种肉能降三高,一,鱼肉首先,鱼肉的脂肪含量比较低,但是营养却很丰富,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是对心血管有好处的,还可以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,不仅不会导致三高升高,反而有利于降三高。 推荐食用的鱼类是三文鱼,三文鱼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,而且味道很鲜美,唯一的不足就是价格比较贵,比较难以买到很新鲜的了。 还有茉莉,鲤鱼等等,也是不错的选择呢。 而鸡胸肉很多人认为鸡肉也是很油腻的,但是鸡胸肉含有的脂肪却很低,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,就是之后是不会导致三高升高的。 因为脂肪含量低的缘故,还不会让人发胖,所以三高患者是可以放心是鸡胸肉的。 很多健美,减肥的人也会吃鸡胸肉,就是这个原因。 当然,只吃两种肉营养吸收肯定不均匀,平时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金色猪肉,去皮的鸭肉,去皮鹅肉等脂肪含量较低的肉类。 但是,三高患者一定不能吃下面这些肉,含量高的腌肉,含量高的糖果粗作法,脂肪含量高的肥肉等等。 这些人类吃一口都有可能导致血压,确实暴涨。 读完了全文以后,大家了解到吃素也会得三高的原因,其实避免流泥饮食和大鱼大肉的同时,更要学会正确吃素的方法。 其实不单纯吃素,做到饮食均衡,平时可以适当吃一些鸣肉,鸡胸肉是可以的,因为这两种肉,不仅好吃还能降三高。 由于长期吃素也有可能造成营养不良,有可能增加患质房肝的风险。 所以说,三高患者的这些饮食注意事项大家收藏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咯。